我直播炫富续命 五位数的精华我用来擦脚 六位数的玉石用来垫凳子腿 七位数的奖金用来悬赏人贩子 网友 不炫富你会死吗 我 你们怎么知道 1 警告 警告 距离任务结束还有半小时 请尽快完成一亿的花销目标 还缺多少钱啊 我满口大汉的一头扎进奢侈品店 心里在咆哮 怎么花钱也这么累啊 我已经买买买一天了 居然还没花掉一亿 130万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买几个包应该就够了 便指着面前几个喜欢的说 这五个包加起来多少钱 两个贵姐都在热情的围着一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 并没有人搭理我 我看了一眼时间 着急的提高了音量 帮我拿一下那几个包 终于有一个贵姐转头瞥了我一眼 大约是从头到尾姑娘了 底下我寒酸的穿着并不值几个钱 便敷衍的笑了 你是 那几个包加起来得有上百万了 您确定要看吗 啊 又来了 绑定系统前 我还是个穷鬼的时候 也来过这里一次 塔里只躺着攒了好几个月的两万块钱 想给我妈买个包包做生日礼物 结果 这里的贵姐一看我的行头 就知道我的消费能力 根本不搭理我 只有我一个人悄悄的在网上搜什么包 大概什么价位 怕被人笑话了去 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一万多的包 准备付款的时候 高个子贵姐直接说没货了 我离开的时候 听到他们在身后笑 穷鬼 看他那样子 省吃俭用了几个月才买得起最低端的包吧 我才懒得浪费时间服务他呢 我当时气坏了 想冲进去和他们理论 可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走了 但今时不同往日 我现在有花不完的钱挺直了腰板 怎么 不能卡 你们的包不是卖的吗 嗯 你是 你要是买 我们当然卖了 不过我拿出来 你看他又不买 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吗 他笑得有些尖酸 我叮了他冷笑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服务顾客吗 嫌浪费时间那怎么不换个工作 怎么 在奢侈品店工作 还真把自己也当奢侈品了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女士 你不买的话 请不要耽误我们工作 买 我当然买呀 叫你们店长来 我们店长很忙的 他发了个白眼 便不再搭理我 叫了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子来应付我 转头去和那个贵妇人说话 我真是气笑了 直到那个女孩子端着水过来 温柔地开口 女士 您别生气 喝点水吧 你要买几个包 我去拿 我一眼就瞥见 他身上挂着的实习的牌子 他的动作明显还比较生疏 但眼神清澈 没有那两个店员的势力和精力 他去拿包的时候 那个高个子贵姐还小声地骂他 没眼力见的 那一看就不是会买的 你理他 那就是浪费时间 实习生说了句什么 那贵姐脆道 让他投诉去呀 还找店长 你看他敢不敢找 没一会儿 实习生把那几个包 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我的面前 详细地介绍着 我打断了他的话 直接问 多少钱 这五个 五个一起的话 一共是156万 刷卡 三 我拿出卡的那一刻 整个店几乎都安静了 那个贵姐 还有贵妇人都愣住了 直直地盯着我 实习生也呆呆地 迟迟没接卡 你是 你确定 全都要吗 我瞥了一眼时间 是 麻烦快点 我赶时间 好好好 我马上 实习生又紧又喜 双手接过了卡 有些手足无措地去拿POS机 那贵姐终于反应过来 直接是飞扑过来的 小元 看你笨手笨脚的 赶紧去给客人拿点兴趣 这里交给我来吧 她说着就要去抢着开票 实习生有些无措 我直接上去拉开了她 让她开票 我就要她服务我 大忙人 就不麻烦你了 贵姐有些尴尬地松了手 小心地去着我 语气谄媚 女士 哦 我刚才那事 抱歉抱歉 我刚才太忙了 她是个实习生 还不熟练 您不是赶时间吗 不然还是我来 我看她挺熟练的 你别在这浪费我的时间就行 我就在这盯着 看着贵姐憋的眼睛都红了 眼睁睁地看着实习生 拿了这么大一袋 脸七一阵白一阵的 今日消费一亿零二十万 目标完成 宿主生命点加一周 听到系统的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又能多活一周了 你是 您的包 您是自己带走 还是需要我们送上门 今天刚买了一个中式园林的豪宅 但要过几天才能搬进去 现在住的 还是我原来的小房子 放不了那么多东西 我便留了地址 让他们过几天再送过去 说投诉 我是认真的 没一会儿店长就来了 知道了来龙去脉之后 他也很尴尬地连连道歉 那两个狗眼看人递的贵姐头 已经要埋到地里去 可怜巴巴递道着歉 在听到店长说要处分他们 扣除奖金之后 脸色更是难看 对不起 你是 是我们的错 有眼不是太删了 我希望你们明白 你们的错不是没看出 我是个有钱人 而是不应该歧视任何一个 走进这店的消费者 作为贵姐 每一个顾客都应该得到 你们最基本的尊重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呢 他们尴尬地扣着手 连连称是 再不敢多说一句 四 视频叼上热搜的时候 我正在搬家 保姆帮我收拾屋子的时候 我躺在客厅里刷着手机 姐妹 你火了 朋友的消息谈了出来 视频里是你吧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呀 中彩票了 我点开一看 才发现 是我那天下午 在商场血拼的时候 被人拍下来了 只见我火急火燎的 冲进珠宝店 随意地扫了一圈 就拿出卡 这边一排金项链 那边的一排的镯子 还有戒指我都要了 有没有金砖 最大的来十块鲜 分享视频的博主解释 我实在是被惊到了 后面就跟着这位富婆 看到她在奥家买包包 大厦四方教训贵姐的画面 真撒 这两段视频 莫名其妙地就火了 评论炸了 这就是有钱人 普世无华的生活吗 买金子都跟进货似的 这得有几百万吧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那个贵姐刚开始的嘴脸 跟后面形成仙灵对比 看到人家刷卡的时候 脸都绿了吧 我最讨厌某些专柜的贵姐了 狗眼看人低 看着他们被教训真爽 世界上有钱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 我也想这么炫 姐姐还缺男朋友吗 看看我 优质男人 加一 看看我 我超甜的 下面就是一群晒照片的 看着到还真有几个好看的 都在问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这个视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火了 之前没有联系的同事同学 忽然都冒出来了 毕竟从前的时候 我还是个爹不疼娘不爱 生活艰难的贫困生 可现在却过上了所有人 羡慕的灰金如土的生活 谁不好奇呢 我一律用重彩票敷衍了过去 系统倒是适时的出生 因本次炫富影响较大 效果加 额外奖励宿主生命点一周 还能这样 我顿时精神了 那甚至炫到的人越多 奖励就越多 理论上是这样的 说到这个 我就不困了 现在虽然是有钱 但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才能活得下去 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就能得到更多生命点 那事情不就简单多了吗 无 我当即开了账号 趁着那俩视频热度 还在的时候去蹭一波 真的是复活姐姐吗 姐姐贴贴 心好爱 蹭热度来的吧 不会是炒作吧 真有钱 还用得着蹭热度当网红 保持怀疑 这是个女的 钱怎么来的 懂得都懂 粉丝数刷刷 往上涨的同时 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我懒得和他们多说什么 一心只想完成炫富指标 今天搬家不想出门 要怎么迅速的花钱呢 我刷着直播 但凡看到稍微顺眼一点的 就给刷两个 价值9999的豪华游艇 不过我的目光 很快被一个音乐博主吸引了 副生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真名 但确实还挺符合她的气质的 20岁的音乐学院的男大学生 那张脸英俊清秀 声音空灵又干净 仿佛一瞬间 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她抱着吉他 眉眼低垂 就坐在房间里 专注地唱着歌 修长而鼓节分明的手 拨动着琴弦 着实赏心悦目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所以直播间的人并不多 大多也是冲着她 这张俊俏的脸来的 我耐心听了几首 她的嗓音是真的不错 所以多刷了十几个豪华游艇 直播间有些骚动 哈哈 原来富婆姐姐喜欢青春挂的 漂亮男人谁不喜欢呢 我要是有钱 也喜欢咋得这么好看的小哥哥 副生抬眸 贴见屏幕上不断炸裂的特效 和忽然热闹的评论 弄了一下 我可以点歌吗 她有点懵的点了点头 可以 然后深藏宫与明 继续下一个主播 眼前这个主播 是个年轻的单身妈妈 看她的背景介绍 写的是孩子白血病 需要筹钱给孩子做手术 所以她每晚都会直播 看着可怜 我正准备多刷几个豪华游艇 就看到评论里不太对劲 一个名字为赵总的在刷屏 跪下来叫三生哥哥 给你刷一个摩天大楼 一个摩天大楼也就价值一千块钱 就这竟敢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可没想到主播真的跪了下来 她穿着低领的黑色紧身包囤裙 这么一跪就很容易走光 只能一直用手拉着裙子 评论里去沸腾了 挡什么呀 不过还挺白 那个说刷摩天大楼的大哥呢 赵总回复 还没叫哥哥呢 急什么 主播看着评论也有点窘迫 小声的喊了几声哥哥 评论里都是下流的调侃 那个赵总却还是没刷摩天大楼 这叫的不够位 你趴到镜头来 凑近点叫哥哥 哈哈不愧是赵总 还是你会玩啊 趴过来呀 这衣服穿得好 就应该趴着 哈哈哈哈 主播的衣服本就是V领的 趴着的姿势在镜头前风光一览无语 这要求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六 他有些尴尬的凑到了镜头前 好言好语的又叫了几声哥哥 不能趴着的 等会直播间会被封的 赵总却嚣张得很 不行 不趴别想要我刷礼物 评论里都是起哄的 主播越发窘迫 渐渐的低着头 犹豫着慢慢跪下来 似乎是要妥协了 别听他们的 站起来把外套穿好 我给你刷一百个豪华游艇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也穷过 现在虽然有花不完的钱 但我看不得有人用几个钱 这么肆意为难羞辱一个 为了孩子而放下尊严挣钱的妈妈 楼上的装什么有钱呢 云园百条党 口气倒是挺大 你倒是刷一个看看啊 还一百个 显得你了 赵总更是嚣张发言 你刷呀 你刷出来我道理吃屎 没钱别装逼 以为自己很厉害 英雄就美 可惜那主播可看不上没钱的 我给钱 他就给贵 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不刷是狗 你刷了我叫你爸爸 我笑着回复 评论区我都截图了 一言为定 说完 我就刷了一艘豪华游艇 活着好男在瑞瑞妈妈的直播间 送出了豪华游艇成一百 主播一时间也有些愣住了 他是进退两男的 此刻有人为他说话 他更是红了眼 然而 在他看到满屏炸裂开的豪华游艇特效时 整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直播间的人也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卧槽 真的假的 一百个呀 那可是将近一百万啊 真刷呀 牛啊 我眼睛都花了 我的乖乖啊 我忘了录屏了 这奇观啊 这是我十年工资啊 就这么几分钟听个响啊 爸爸 看看我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 满屏都是艾特我叫爸爸的 倒是那个嚣张的猥琐 赵总没了影 我艾特了一下赵总 不是倒立吃屎的吗 我等着呢 我也等着呢 今天也太精彩了吧 怎么还不出来 是去厕所做准备工作去了吗 满屏都在艾特赵总 还有大量的人在涌入直播间 都是来看热闹的 听说有人刷了一百个游艇 还有人要直播吃屎 我没错过吧 刷完了吗 我特地来为官的 赵总始终没吭声 默默地退出了直播间 只有主播高兴坏了 还没缓过来 谢谢这位活着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没解释 我不是啥大哥 只是回复 去把衣服穿上吧 他千万谢地穿上外套 眼里还闪着泪花道谢 我直播间从来没超过十万人 现在都二十万了 谢谢大哥 您真是好人 希望你的孩子早日康复 还有 换个直播方式吧 我发完这句话之后 就退出了他的直播间 去寻找下一个 七 单亲妈妈 当晚给我发了孩子的照片 和一大段感谢的话 其实我也不愿意 可是不那么穿 不做那些动作 根本就没人看 为了我孩子的手术费 尊严什么的 我早都放下了 真的谢谢您 让我觉得我还是个人 您今天刷了将近百万的礼物 我到手也有四十多万 孩子的手术费差不多齐了 我已经和医生联系了 准备给他安排手术了 谢谢您就我孩子一条命 好人一生平安 您一定长命百岁 无病无灾 孩子被他抱在怀里 穿着病号服 看着瘦瘦的 但仍能从眉眼间看出来 是个很漂亮乖巧的孩子 这一刻 我有些庆幸我有钱 能帮得了这个孩子 希望他重获新生 平安顺遂 由于这一晚 我在各个直播间穿梭的壮举 这个账号顿时又增加了不少粉丝 各个博主见到我出现 眼睛都放光 我还没开始刷礼物 他们就泪眼汪汪的开始道谢了 富婆姐姐来了 这次会刷多少钱 这次我终于没错过了 姐姐看看我 我也开个直播间吧 姐姐真是毫无人性啊 救命 她这一晚上 花了得有上千万了吧 为什么这么有钱啊 他们只看到我 肆意花钱刷礼物的潇洒 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刷了一晚上礼物 手都要掉了呀 在听到系统提示音的那一刻 我丢掉手机 累得不想动弹 恭喜宿主完成今日指标 因为宿主今日炫富 公益性分数拉满 且影响面较广 额外奖励两周生命点 共收获三周生命点 我一个礼于打挺坐起来 做公益的奖励这么多吗 额外惊喜呀 果然好人有好报 爸 在直播间绚了一圈后 效果良好 但是也间接导致了 一堆博主发来私信 都是求关注的 还有人想留下联系方式 想撕联的 我都没回复 除了一个寻亲的博主 主播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的主页写着 学儿良友天 儿子出生于1989年 一岁半的时候被拐走 已失踪33年 他的每一个视频 都是在记录 寻找孩子走遍大江南北的足迹 长达30多年 数不清的心酸 食不果腹 只坐在街头几个 馒头窝头垫垫肚子 无处安睡 便在公园长椅 桥洞下凑合一晚 青丝早就成了白发 步履也早已蹒跚 但荀子之路 他从没有放弃过 因为不怎么会剪辑 他的视频播放量并不高 粉丝也少得可怜 往往是哪里热度高 他就往哪里跑 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 希望网友提供一些 有用的线索 他的关注里 也大多都是荀子的家长 这个满腹心酸的群体 在竭尽全力的 抓着渺茫的希望 只为了那个离家的孩子 他给我发的私信 也很简单 抱歉 打扰了 我不是要钱 能不能请你帮忙 转发一下我孩子的信息 万分感谢 如果找到孩子 必有重谢 他的语气被危到了尘埃里 也不知道这些年 他发过多少账的私信 求过多少人 我鼻子一酸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发了我这个账号的 第一条消息 9 转发了这个荀子的信息后 我爱特了这位博主 并且配文 悬赏一千万 如有提供线索 找到孩子的 我出一千万 能提供线索 抓到人贩子的 同样奖励一千万 消息一发出去 网友都炸了 没看懂 这是做公益 我是来看博主炫富的 但画风有点不太对 博主帮人找孩子 都悬赏一千万 这还不够炫富啊 一千万 够我躺平一辈子了 啥热度高 他就搞啥吧 我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带货 楼上的不要太离谱 你要不要看他每天的花销啊 带什么货能回本啊 我关闭了消息提醒 随便他们讨论 热度越高 对我 对这些找孩子的人来说 都是好事 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 从我发出消息开始 提供线索的人就没停过 我请了个律师 专门来整理 甄别过后 再把消息 转给找孩子的家长 也有越来越多 找孩子的家长 来私信我帮忙 我想了下 便招了个团队 专门做了一个网站 放上孩子和家长的信息 并且在各大网站上 投放了广告 用来引流 不出一个月 就有好消息传来 找了孩子三十多年的大叔 他的儿子有消息了 因为巨额的悬赏 买了那个孩子的家里的亲戚没忍住 就出来提供了线索 前两天 大叔跟儿子做了DNA鉴定 确定了父子关系 选三十多年的大叔 在那一刻哭成了泪人 这三十多年 终于是有了交代 那孩子和大叔分开多年 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得知亲生父亲 多年寻找自己的艰苦经历 他看着那一个个视频里的蓝绿身影 忍不住红了眼 孩子和父母抱在一起 现场都是一片抽气声 因为这次的事情影响很大 现场不少媒体都在直播 您就是当初悬赏 千万寻找孩子线索的女士吗 请问您真的会给 提供线索的人一千万吗 当然 我的公告永远有效 我直接当场给 提供线索的人打了钱 那位大叔看到钱到账 激动的差点晕过去 结结巴巴的连声道谢 所有在我的网站登记的 被拐卖的小孩 只要能提供线索找到小孩的 我都会承担悬赏金 相信这么一波 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一千万呢 只要帮助一个小孩回家 就能获得一辈子的花销 谁不愿意呢 媒体记者显然也很兴奋 请问您跟失踪的孩子 有什么渊源吗 为什么愿意花重金 帮助这些被拐卖儿童呢 我笑了一下 没什么原因 就是钱多 我愿意 10 系统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本次炫富关注度超千万 奖励生命点一月 本次炫富公益效果MAX 奖励生命点一月 本次炫富好评度MAX 奖励生命点一月 看着我的生命值进度条 飞速上升 我心里乐开了花 真好 有钱做好事 幸福你我他 我接受采访的视频 在各大平台转发 被热心网友做成了表情包 配文 姐就是钱多 我愿意 姐姐真是太撒了吧 我爱了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了 有钱任性就是这样吧 我什么时候 也能这么潇洒一回啊 这位富婆姐姐真的不错 从包包时间 就开始关注他了 他一直都在做好事哎 这样的有钱人不多了 如果每个有钱人都这样 我保证不会仇服 从我出名开始 质疑声一直没停过 但经过这次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舆论变成了赞美 因为奖励过于丰厚 出现一批专职打拐和寻人的团队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不少人贩子落网 许多被拐卖的孩子回归了家庭 人贩子闻风丧胆 买孩子的家庭也都寝室难安 天理昭昭 本该如此 这次 我的名号是彻底的打响了 每天打开都是一堆求助的私信 我扫眼 只要是真的需要帮助的 能帮我都会帮一把 随之积累的生命点奖励越来越多 很快我就攒了将近20年的生命点了 11 今天心情不错 私信我看了不少 才发现负生给我发了不少私信 最近有空的时候 我就去他的直播间听下歌 再送点礼物 也有些日子了 没想到他会私信我 姐姐你好 我是负生 谢谢你的礼物 今天你怎么没来听我唱歌 是在忙吗 我下个星期在碧城开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你会来听吗 我给你留了门票 我有些好奇 还是回了他消息 你是给每个姐姐都发了消息吗 小生 没有的 就只有你 为什么 现场我可刷不了礼物 要不你直播吧 小生 不是因为礼物 而是我每次的直播 他们都在夸我长得好看 只有你每次认真评论我的歌 而且 我看到你帮了很多人 我很钦佩你 我想到他直播时 心无旁骛在认真唱歌的样子 想了想 还是回复 好 我去听你唱歌 他高兴地发了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谢谢 方便给我地址吗 我把票寄给你 十二 我到场的时候才发现 复生给我的票是在第一排的最中间 绝佳的位置 因为是小型的演唱会 场地不大 但座位都坐得满满的 不过二十岁的年纪 就能开一场自己的演唱会 也算是很厉害了 复生真人比直播上的更精致英俊 娃娃脸又白又嫩 眼睛圆人的无辜又可爱 他站在蓝色的光圈下抱着吉他 谢谢每一位来参加我演唱会的粉丝 谢谢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眼睛亮了亮 嘴角带着一抹笑意 他的声音很空灵 跟这张娃娃脸不一样 有一种动人心弦的伤感和温柔 我恍惚想起 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也有过当歌手的梦想 只不过那个时候 自己连读书的生活费都成问题 跌跌撞撞地勉强上了大学 毕业了又扎进996的生活里艰难挣扎 早就忘了小时候的期许了 现在坐在这里 心里生出一种感慨来 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来了个工作人员邀请我去后台 在那里 我见到了复生 姐姐 谢谢你能来听我的演唱会 比起台上的游刃有余 台下的复生有些羞涩 你唱得很好 如果你出唱片 我一定买 真的吗 他有些雀跃 眼睛亮晶晶的 满满地映着我的影子 姐姐 我最近真的在筹备着唱片的事情 谢谢你打赏我那么多钱 还吸引了不少人来我的直播间 我才能这么快凑到出唱片的钱 到时候我寄给你 出唱片要自己出钱吗 我记得你说签了公司的 他善善地回答是签了公司 不过现在不景气 出唱片基本都是亏 公司不愿意 所以我只能自己筹钱 打算出多少 目前传的钱够出500张左右 后面看出售情况适当在增加 现在音乐市场是乱七八糟的一片 能有个好嗓子熬出来的确实不多 既然让我遇上了 那就慷慨解囊一下吧 出个十万张吧 前我来出 你后续的宣传也交给我 他呆住了 啊 这不好吧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出钱 复生红了脸 有些迥 我知道 但我想投资 等你出了唱片后续挣钱了 分我两成就行 十二 分成的事情我完全是哄他的 没想到他真的把合同寄给我了 还把分成提到了六成 我没答应 和他商量了一番 最后成了五五分 我花高价给复生打造了一个宣发团队 因为他原来的那个公司太拉胯了 征求了他的同意后 我直接帮他谈了解约 由我的团队主理他的工作 他这张脸还有嗓音 是绝对有火的潜力的 只不过缺个机会 果然在专业的营销下 复生的热度水涨船高 唱片销量喜人 本着乐于助人去的 谁知道账户里哗啦啦的进账 没钱的时候 为死累活挣不了几个钱 现在有钱了 不费功夫钱都哗啦啦的来 销量破十万那天 复生正好达到了百万粉 他发了微博 感谢了很多人 却只爱特了我一个 感谢我的知音 我一辈子的贵人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更好的样子 绝不辜负你的期待 复生的粉丝涌进了我的评论区 一顿彩虹屁 我乐呵呵的听着系统提示 两周生命点到账 心情畅快 活着又有钱花 到处都能听到彩虹屁 这日子可真好啊 复生走红了之后 在歌迷的强烈要求下 准备举行一场大型的演唱会 票卖的非常火热 几乎是秒空 因为我是复生的投资人 是公开的 便有好几个朋友都来联系我 想要一张复生演唱会的门票 姐妹 那个复生不是你的艺人吗 可不可以给我一张门票 我可以买的 真的太难抢了 我请了好几个朋友跟我一块抢 结果进去就秒空 票都在黄牛那了 688的票黄牛卖到了快6000 这么夸张吗 我在平台上搜了一下 果然很多在求票的 也有不少黄牛在卖票的 我的私信里不少都是在说这件事的 现在黄牛真的太猖狂了 我们想去的人去不了 只能花好几倍的价钱去买 黄牛的票都烂在手里吧 太欺负人了 我找了几个黄牛试探着问了一下 果然溢价非常夸张 而且他们都是一个态度 爱买不买 你不买自然有别人买 着实过分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五月天要来这里开演唱会 我提前半年都在省吃俭用 终于凑到了门票钱 可是我没抢到票 明明从开票前半个小时就在蹲守 一秒一秒的刷新 但还是没抢到 主办方往往与一些黄牛有利益往来 高价卖出一些票 所以导致歌迷一票难求 要想去就得花几倍的价钱去买 当时还有不少同学 花钱从黄牛那买到的都是假票 进不了场只能在门口哭 其他人在里面听演唱会 而上当受骗的冤种们 在外面报警等警察 我记得那天的下雨 我陪着同学在外面等警察 他一直在委屈地哭 而我因为没钱买黄牛票 躲过了被骗钱的命运 尽管我也无法进去 听那梦寐以求的一场演唱会 雨渐渐大了的时候 我们听到场馆里传出来的歌声 在嘻嘻沥沥的雨声中 我们大声地跟着唱 一直都唱到哽咽 要是黄牛能消失就好了 真希望他们一架的票都烂在手上 这样的抱怨声从未停止过 这么些年了 我的遗憾一直有人延续着 为什么就改不了呢 凭什么改不了呢 不是为了钱吗 那用钱怎么就解决不了呢 13 我和附声认真地商量了一下 之后就在直播里 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 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意见反馈 都在说附声演唱会 门票黄牛溢价严重的事情 经过考虑 我不希望粉丝对附声的喜欢 变成别人牟利的工具 所以慎重商议后 我们决定这次附声演唱会 将会免费进行 所有售出的门票 我请大家免费听演唱会 这次的场馆是5万人 等附声后面的行程结束 我们会再安排几场 可以让真正喜欢他的人 都能看到他的表演 此消息一出 几乎所有的歌迷都沸腾了 满屏刷的都是 富婆姐姐威武 我爱死你了 附声是真的歌手 喜欢他真是太幸运了 会来我们北城吧 一定要来啊 我太喜欢附声了 这下黄牛要哭死吧 官方全都原价受费 他们的财路都断了 花高价进的货滞消了 富婆姐姐这招整只黄牛 也太帅了吧 我宣布我是富婆姐姐的死忠粉 这股热情 一直延续到了附声的演唱会 5万人的场馆坐无虚席 她还是把第一排的位置留给了我 身边虽然都是附声的粉丝 可他们见到我也格外的兴奋 富婆姐姐 感谢你会眼识珠把附声捧出来 你是附声的恩人 也是我们的恩人 富婆姐姐 你整只黄牛太帅了 我爱你 这是给你的礼物 你不要嫌弃 没一会儿 我就被粉丝们送的礼物 塞了满手都拿不下了 线上被追捧和线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被赞美和鲜花簇拥着 众星捧月的待遇 才让我越发深刻的意识到 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我呢 富生的台风越来越稳了 台下还有些羞涩 一站上台立即就换了样子 那种自信的笑容是发着光的 他似乎天生就属于这样的舞台 台下也嗨的不行 我跟着大家一块大合唱的时候 看着那么多年轻的面孔 一瞬间想到曾经错过演唱会的自己 似乎那个时候的遗憾 终于在今天湿染了 富生这几场免费演唱会的反响很不错 他的人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我也凭着这一波 积攒了不少生命点 一点不亏 十四 这几天我的名字又飙上热搜了 起因是我出席了一个拍卖会 有人拍下了我的照片 感慨了一下 不愧是富婆 拍卖会眼睛都不眨一下 拍了好几件东西回去 起码花了得有十亿 他到底多有钱啊 这种感慨本来是见怪不怪的 但莫名总有些人全身都是反骨 非得杠一下 再有钱又怎么样 整天炫富 也不见他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是啊 早就烦他了 有几个臭钱天天出来炫 这种人能不能让国家整治一下呀 炫富这种风气 把小孩子都带坏了 真有钱去把国外的文物都买回来呀 不然别出来丢人现眼的 楼上那几位吃火药了 不要太酸哦 人家做的善事还少吗 你们倒是会说 也没见你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拿出几百来做慈善啊 还有人为他说话呀 看到他有钱就捧臭脚啊 跪舔成这样 人富婆给你赏钱了吗 底下炒翻了天 我知道 我这段时间的确是太张扬了 只要有热度 就会有黑子 但无所谓 关注度越高 我得到的生命点奖励越多呀 这帮小黑子如果知道了 他们这么积极的骂街 是在帮我争取多活几天 一定鼻子都气歪了吧 收到官方电视台的电话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萌的 直到对方说明了来意 感谢您为首都博物馆捐赠的几件文物 我们想在下周举办一个捐赠仪式 为您颁发荣誉证书 希望您可以出席 没错 最难的是一尊玉佛 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外国人 也很感兴趣 第五次举牌的时候 他已经把价格抬到了一亿九千万 我毫不犹豫地跟了两亿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眉头一挑 眼中是志在必得 两亿五千万 而我直接跟了三亿 他每一次举牌 无论叫价多少 我都跟上 他的笑容逐渐消失 眉头微微拧着 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叫到八亿的时候 他没有再跟 我终于把这场拍卖会中 所有属于我们国家的宝贝都拿下了 散场的时候 他走在我的身边 有些疑惑地问我 那个玉佛并不止五个亿 我笑了 来自中国的每一件文物 都是无价之宝 十五 捐赠仪式是现场直播的 讲解员一一地 对这些文物进行了介绍 非常感谢这位女士 花费了十亿朵 将这些文物捐赠给首都博物馆 我们向您表示诚慈的谢意 看着那么多摄像机和话筒 我接过了荣誉证书 有些受宠落金 笑了笑 我很高兴站在这里 我是这个国家的人 我希望所有我们的文物都能回家 以后我也会尽己所能 让更多的文物回家 弹幕早就炸了 上次的黑子呢 出来下跪 你看看人家富婆姐姐的格局 再看看你那针眼大的心眼 我宣布我终身是富婆姐姐的粉丝 经个我就在评论区守着 看哪个赶犯件 富婆姐姐 我真的看哭了好吗 让我们的文物回家呀 我们做不到的 姐姐做到了 弹幕刷屏的同时 我脑海里系统的声音也没停过 触发终极奖励 恭喜宿主获得额外生命点奖励一年 宿主此次炫富影响力达意 恭喜宿主获得额外生命点奖励一年 我看着进度条刷刷的往上涨 终于听到了美妙的声音宣布 叮咚 宿主生命点进度条已满 恭喜宿主完成本轮任务 Nice 以后再也不用靠完成任务拱命了 以后我还有这么多钱可以花吗 请宿主选择是否开启新一轮挑战 如果本轮任务完成 即可获得有钱随便花特权哦 如果选择结束任务 系统也会奖励十一到账 作为宿主的生活资金 还犹豫什么 当然选择 是 全新的挑战到来了 美好的生活开始了